我們現在剩下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就是我們的電腦 電腦的 你不是電腦有一個主機板嗎 主機板裡面有一顆IC 我們叫做圍處理器 圍處理器裡面的電路 基本上就是 從這邊 音不浪費不算 這邊 主機板大概裡面的電路就是這些 那這裡是輸入輸出 那你輸入可能是你的螢光幕 Keyboard 輸出也要可能是你的螢光幕 輸出可能你的HUD 輸出也可能你的CT Player等等這些 所以輸入輸出不在那個主機板上面 那其他的大概都在主機板上面 包括你的記憶體 好 那這一條黑色的部分 這黑色的線 我們叫什麼 主匯流牌 主匯流牌 就這裡面的這個圍處理器 它在處理資料 那那個資料呢 都是從這個主匯流牌 連接到這個圍處理器 各個部分去 那我們在下一張 會跟各位介紹說 一個圍處理器 它基本上分作幾大部分 好 最重要的部分在這裡 各位有沒有看這個字 Final State Machine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跳過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跳過的 幾輝舟車給的 最重要的內容 那這個我們叫Final State Machine 這個就是有線這個自動級 這個其實在國外它是一門客 你怎麼去設計Final State Machine 是一門客 但是台灣好像大部分的學校 你怎麼去設計Final State Machine 你怎麼去設計Final State Machine 你怎麼去設計Final State Machine 這個是一個階級的設計 那這個電路在幹嘛 這都沒在做 指令的解碼 就是你一個指令 你到底要做什麼事 你到底要做加還是做塵還是做輸出輸出 我要先知道你在做 然後第二個我要知道說 當你在做交法 你要我做交法的時候 要不然它的印算 印算圓 是從哪裡來的 你是從記憶體來的 還是從Register 我們等一下這邊 這叫暫存記憶體 所以它就要先知道 然後這些記憶體的位置 要怎麼算 它都要去經過解碼 它才能知道 然後它要產生哪些控制的線號 比如你要做 記憶體的Right的動作 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說 你要產生一個W1的線號 對不對 W1的線號就從這邊產生 這裡叫很多 你下一個寫的動作 寫什麼動作 那這寫這個指令 就經過這一個 binppen線這裡 把它解碼 它就自動產生 一個W1的1的線號 好 那個總共1等於1的信號呢 就連到這個機體 所以這個機體就可以做寫入的動作 然後當然你要做毒的動作 對不對 那讓這個解碼 把這個毒的這個指量解碼以後 它就會去產生一個銳的的信號 連到這個面文就好了 那所以它就會把第一次指標去 好 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相當於一個回處理器的靈魂 或者是頭腦 它相當於我們那個人的道腦 在指揮各個部門去做工作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ALU 這個 這個是另外一個這一個部門 那這個部門在做什麼事 在做Arismatic A就是Arismatic L就是Logic Q就是Union 所以算書邏輯單元 它們在做算書印算 邏輯印算 所謂邏輯印算 就是說你把它做NAC的動作 或者做NAC的動作 或者做NAC的動作 或者做OR的動作 那就是這樣 好 所以這裡 就是專門在做算書跟邏輯的一種算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Register file REG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那個Register REGISPR Register file 這裡面呢 就是可以讓你 儲存一些暫時的值 比如你這計算出來的中間值 對不對 你不需要把它存到Memory 因為Memory比較快 你就直接 噢 就把它存到這邊來 那這顆Register的話 一般都會用很快的這種半導體 做 比這一個Memory的半導體還快 但是它的容量很小 噢 像我們比較早集邪的那個微處理器 有些這裡面只有四個Register 好 每個Register 最早集的只有四個Beat 所以這裡面只能存16個Beat 好 像最早出來的那個Intel 4040 好 那時候說很小很小 那一個Register只有四個Beat 好 那這些存在這裡 那所以它是存很小量的 中間值在這裡 但是它很快 它的速度是跟這個State Machine的速度 是可以搭配 好 所以這邊 就是我們的鑽存的 記憶體在這裡 好 然後這邊呢 有著一個Memory在這裡 Memory 好 然後其他的都是一些 為了要讓我們做印刷 用了一些其他的電力 好 那各位可以看這邊 你看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Multiplex 為什麼 因為它有兩個輸入 那我要控制這條線 這個 這個 有三角形的地方 有一個三角很空的三角形 就代表這個是控制線號 那這個控制線號 由誰產生 由它產生 所以像它有一條線 比如這邊 這邊就像它有一條線 就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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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只是它沒有畫出來 事實上這裡有一條線 那產生一個控制線號 然後它線拉到這裡 來控制這個Multiplex 所以我假如0 那我可能是這一條線出去 那我假如1 這裡的條1 那我就從這邊 這個值從這邊出去 這樣子 這樣 這樣OK嗎 好 好 那所以你看 這邊有很多Multiplex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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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Multiplex 然後這裡是Multiplex 然後這裡呢 是記憶體 記憶體 你看 我現在這裡有兩個register 一個叫MDR 一個叫NR 我們第四章都會想記介紹 然後你要把資料 比如說你現在要抓 某一個記憶體的資料 對不對 你要把它抓 這個 第100個位置的資料 那我先把100 放在這裡 這個我們就說 Memory Address Regist 所以我把它抓到那個地方的位置 成100就是位置 放在這裡 然後這100裡面 成的資料 比如說是85 這個85 那 比如說我要讀 那就把這100放在這邊 然後這85的資料 就被讀出來 放在這裡 這個我們叫MDR Memory Data Regist 放到這邊以後 這時候再把它讀 讀回來 看你要讀到這邊哪來 好 那這時候繼續做運作 這樣子 或者你要把它讀 然後放到這邊哪來 都可以 好 這種第四章 以後我們就會 詳細介紹這個 它的工作狀況 好 那假如你要寫的話 然後我要寫 到第100個位置去 什麼叫把100放在這邊哪 然後比如說要寫85 我要把85這個資料 寫到100這個位置 那我這個85這筆資料 要透過這個 這個匯流馬 送送送送送送 送到這裡 這個叫MDR 然後送到這裡 所以這邊就放85 這邊就放100 然後呢 它又產生一個W1的心套 連到這邊來 好 所以當W1-01 好 這85的資料 就放到100這個位置 好 好 然後呢 你看我做運算 比如說我現在把兩個尺寸 把兩個memor裡面的值 好 把它做相加 就加 所以 比如說我現在把 100的這個位置 的資料 85 跟200的這個位置 73 這兩筆資料 把它加起來 好 好 那加起來我要 放到300的地方 那你要怎麼做 你要先把85的資料 讀出來 從這邊 讀… 欸 透過這個汇油排 把它儲存到這邊的一個 regis 85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200位置的資料 73 再把它讀出來 透過這個DR 就讀… 再把它放到第二個regis 然後呢,這個State Binestate Machine再產生一個加的信號 把這兩個Restor的值加起來 把這兩個資料就出來 從這個Restor出來 出到這個L1 所以85跟73從這邊進到這個L1 然後把它加起來 85加73 158 所以158,結果就在這邊出來 有沒有 然後現在把它存在300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這個158 把它透過這個匯流牌 放在這邊來 就是158 然後再把300 透過這個匯流牌 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Pinestate Machine再產生一個W1 就當這個記憶體 把158放在300的位置 這樣就是W1 所以全部的動作都在這個電子電路邊 那這個匯流牌 你假如用一個撕波器 去看這個匯流牌 你就看到這個匯流牌 哇!那個信號變化很快 因為它隨時在 有東西在這匯流牌傳來傳去 那這匯流牌 總共有幾條線 通常就要看這個Restor塊 每一個Restor塊的大小 比如說我假如是16個Beat 那這個匯流牌就16條線 就同時可以傳送16個Beat 所以這個匯流牌的大小 是跟這個 跟你這個電腦 能夠處理的 就每一筆資料的道理 都沒有關係 好! 好!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些其他的電路 像NZP 就是你每次做運算 做出來的結果 到底是大一梁 還是小一梁 還是等一梁 這我要做P 所以P 就代表說 假如你做出來的結果 我是大一梁 那我P 這個Beat就會變成1 假如你做出來 是小一等一梁 我這個P的 這個Beat就會變成2 那假如我做出來 這個值呢 是2 那我這個Z的Beat就會變成1 那其他兩個Beat就2 那同理 假如我做出來是小一梁 所以N的Beat就是1 那這個東西要幹嘛 就是 給你做判斷 比如你現在寫程式會說 欸! 假如X大一彎 那我就怎麼樣 對不對 那這個X大一彎 它怎麼幫你做 它就把X跟Y的相比 對不對 減出來講要大一點 那P就會變 就是E啊 所以我要測試說 這個P是不是等於E 4等於E就代表X大一彎 你OK嗎 所以它就會把你的這個 層次喔 把它轉換層 喔 由這個電子電路可以執行的動作 好 那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第4章 一直到第10章 要講的 齁 所以重點 那我們那個電子電路 到這邊是從頭部 好 以後我們就會再去 會啦 會到這個圖來看 齁 但是基本上都是很抽象 齁 那以後我會把這個每一個指令齁 它是怎麼樣執行 我會在這個圖上講給你 齁 客人不見得會 會在這個電路圖上面講給你 但是因為我們是電機系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到底那些指令在這個電路圖上面 怎麼樣執行 對不對 這樣對我們才有用 齁 然後你會了解得更深刻 齁 到底你每天找電腦 那個 那個主機板裡面到底在 在玩什麼保戲 齁 齁 這樣OK嗎 好 差不多 有沒有問題 齁 所以你現在 這個整個功能還不了解 沒關係 我只要讓各位看一看電路圖 轉直這個樣子 齁 齁 你現在講這張圖都知道了 好 下個禮拜開始 你不用玩 齁 齁 齁 好 來 那我們的喜題 齁 齁 我們的喜題 就這麼多 所以各位回去自己可以 齁 連列一下 齁 齁 你不用擦話 你只要到我們網站上面去看 各位 齁 好 齁 假如我們用這麼多個bit 來代表整數的話 齁 然後是truth company 那麼它的範圍 範圍是多少 齁 齁 好 所以一個bit的話 就是-1到2 對不對 兩個bit就是-2-1-1 四個bit 八個bit 十二個bit分別一個 那你假如解說 這個八個bit就是-2的7之方 到正的2的7之方-1 對 OK 齁 你不見得要把它算出來 128 127 齁 齁 你就這一個1的1 1的1 就是-2的0之方 到-2的0之方-1 對不對 然後2呢就是-2的1之方 到-2的1之方-1 4就是-2的3之方-2的3之方-1 那你每個都這樣寫也對 好 所以假如你這個地方會把你改錯的話 就跟我們講 好不好 這樣OK嗎 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再來 這一些數你把它選成truth company 八個bit 八個bit 八等於多少 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學法 好 所以你每一個就是用 齁 你一直除以二 一直除以二 打完就錯了 對不對 好 然後127 -64 -128 那你-126 -64 你可以先寫64 等於多少 然後你再用把它變成truth company 也可以 或者你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就一 八個0 然後減掉64 看它等於多少 就等於多少 對不對 就是用我畫那個 線給各位看 對不對 -64 就是說 欸64 距離最右邊 到底 距離是多少 那那個就是truth company 好 所以你就可以隨便用你哪一種說OK 好 第三題 請你把下面的truth company 變成這個時間位數 好 那所以你就 這一個你可以隨便用我們介紹好幾種方法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說喔這裡是1 所以就把它truth company 對不對 那這個答案就-6 或者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1 8 0 減掉這個 減掉這個結果 出來 再加一個負號 看就是負號 OK 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1 乘上 這個2的七次方 加上什麼什麼 對不對 我們介紹好幾種方法 隨便 好 那你在做這個xf1的時候 這16間位 你要先把f跟1 變成2間位 然後才去算 好 你不要直接就是 f乘上16 加上1乘上1 那算出來結果一定不對 好 因為算出來是正 那這個是負的 好 這個也是負的 因為8喔 好 只要第二個數字 16間位是 大A等於8 那麼它一定是負的 對不對 好 那這個6因為它小於8 所以這個是正 好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好 來 這一個就是請你用tooth complement的加法 我們強調加法 把這個結果算出來 好 所以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你把32跟56 還有-32-56 就是把這個跟這個相關 好 答案就是這樣 好 那32-56 就是32加-56 就是32加-56 那-56 力已經在這裡 所以只把這個跟這個相關 好 好 答案就是 C-32加56 所以這邊 所以這邊 -32-56 先把-32 求出來 已經在這裡 就是把它加 好 那-32-56 你要變成-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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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32-56 在這邊 -56在這邊 然後加 來 然後再來 副的掛 -32-32-56 -32-56 這時候 你就要先做32加-56 再做一做 然後再放到這個負號 就再請出 感覺 所以我在考試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說 這兩個的做法 在電腦 它做出來是不一樣的 它的構成是不一樣的 所以答案是一樣的 對不對 你講這兩個答案不一樣 你就錯了 不可能 但是它 因為這一個電腦在翻譯的時候 它這一個是用這樣做 這個是用這樣做 這個方式 這樣沒問題 我們這一次比較可惜的 說不定等一下就會 就會 就會改 這個 更正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這次比較可惜的 就是沒有人一百分 我們看看等一下 是不是有人更正就變成一百分 那事實上你要一百分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像這種公司 以前你都沒碰過 所以你沒有一百分 這是可以 可以理解的 也可以體諒 好 再來第五題 下面這一些數 代表 實數都有少 那實際未法寫進 那你看這個32個bit 對不對 你看第一個bit 是0 這個它是正數 然後後面 八個bit 你起出來以後 要把它減掉27 因為那後面八個bit 不是0 對不對 所以就要把它減掉27 那這減掉27 答案等於多少 答案等於上 所以它這邊就是二二三次 然後這個後面呢 八個bit 以後 這裡 就是到這裡 所以這個小數部分就是1.11 好 你這個1要補上去 這個1它在做的時候 它把它省掉 但是你真的在求的時候 都要把它補出去 1.1 好 所以你只要把這1.11 求出來這1.75 對不對 然後乘上二二三次方 你這樣寫就好了 好 這樣寫就成了 那 有些同學他是怎麼寫 他是寫 假如你是這樣寫 二三次方 加上二的平方 加上二的一次方 OK 對不對 因為這個算是1.11乘上 1.11 基底是二 乘上二的三次方 那就等於 二的三次方 加上二的平方 加上二的一次方 那這個也會 你這樣子寫也對 你這樣寫也對 OK嗎 所以假如有人是這樣子寫 二的三次方 加二的二次方 加二的一次方 好 那 這個麻煩你來跟著一下 好 好 那第二題 因為這個1 第一個 冰的是1 所以它是負1 意思嗎 所以你知道它是負1 好 那後面 八個冰的不這裡 所以就把它點在1.17 好 然後後面 到這邊 它是到這個 這裡 所以是1.1.1 1.1 然後也是一樣 把它做出來就行 這樣OK嗎 那現在 假如你做出來是說 我是 負的 2的65次方 再來負的 2的64次方 再來負的 2的63次方 62次方 好 這三個負的加起來 那也對 沒關係 這樣OK嗎 好 再來第四題 我們用的是16件位 有X 所以你要先把它展開 三十二個邊 那你知道 喔 第一個邊的是1 所以才能負 然後後面這個 減幅轉到27 然後後面這一個 就是1.001.1 這樣 所以你把它畫開 大概是等於負1.1.1 成2的3次方 好 那講話題 你不是像我這樣畫開 你是不是說 它是等於2 加上2的負3次方 加上2的負5次方 掛幅 乘上2的 這個 乘上2的3次方 這樣可以OK 沒關係 好 重點之後 你怎麼要去解釋 這32個邊的地方 好 所以 你怎麼要表示吧 我們不會在意 好 好 再來第四題 請你把這些數 轉換成 這個32個邊的 尺數表數法 那因為9.25 所以你先把它 是正 你先把它寫成29位 它就成這樣 那你把它寫成 1點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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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2的3次方 所以你就知道說 小數部分 那23個邊 就是00101 指正 00101 然後因為它是三次方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它加上127 好 啊 3 加上127 就是130 然後你130 把它寫成2 2 2 就是10000 001 2 就是130 好 所以你把它放進去 然後 好 就是 然後你寫32個邊的以後 你再把它寫成16間位 所以你4個邊的 4個邊的 就寫16間位 好 再來B 因為它是負的 所以你知道第一個 就是1 好 然後因為我們是負148 所以你就知道 超過127 對不對 超過負127 所以你不能用第一種表示法 你就要用第二種表示法 所以你就讓後面 全部都 八個連 就代表2的負12648 對不對 然後你把這個負2的負148 寫成多少乘上2的負126 那後面就是負的 2的負226 所以你就知道 後面 123個略在這裡 這代表2的負234 那這代表2的負234 那這代表2的負226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打案就是 好 可能這一題 大概錯了會比較多一點 那就是為什麼要有那個 第二種表示法 就是 你那個 x-point 全部都可以是2 就是我可以表示 比負127還 還小 的數 好 這樣嗎 好 就那個結對值 你可以 讓它表示 比負 負的 2的 2的負127 還小 的數 好 這題最好玩 對不對 這題就是 這個卡錶就有 好 好 就是假如我們現在要把 How are you 把它變成一堆0101的 二圓 二圓 串 二圓串 好 那用它C-code的表數 那我們在這個表裡面 這個表 這個表它基本上是用7個bit 好 這個16鍵位是用7個bit寫出來 或者說你把第8個bit當個0 一樣 那它是8個bit 但是第8個bit是0 或者你把它看作7個bit 所以前面的第一個16鍵位是3個bit 然後後面這個第二個16鍵位是4個bit 好 好 所以你怎麼要把How are you 把它編嗎 你說How Oh How是48 對 這個H H在哪裡 H在這裡 在這裡 48 對不對 那48 4是1個1 對不對 然後8也是1個1 所以加起來偶數個1 所以你第8個bit就給它數量 對不對 所以這個H 還是48 然後呢 A 這個小A How 所以O 小O 這6F 小O這6 小O在哪裡 小O 我的 6F 那6是2個1 M是4個1 這加起來也是6 我數個1 所以你也是1A OK 所以它還是6F 好 那W一樣 77 也是我數個1 然後Space Space就是這裡 Space在這邊 就是20 20只有一個1 那2只有一個1 就是計數個1 所以你就把第8個變 所以你就把第8個變 就2原來是010 這左邊再補一個1 這邊是1010 準備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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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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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電腦 它就動這一鍋 超R15 你知道嗎 它就動這一鍋 自己的 好 好,那假如你現在說你的email系統 抽到這一堆 你先把這一堆轉向這一堆 那你現在你的email的系統 你只要把這一堆換回去 你光是看這一堆 你要去朝上踢後腳 他就用在腳 他說你的系統的物質都幫你關了 換成這樣 好,太重點 這一位就這樣 好,你問你為什麼要等到這一堆 如果剛好他們會看到 有一個碎尾以內的物質 碎尾以內的物質 碎尾以內的物質 那你每一個也是一樣 一個一個 兩顆是做的一堆 所以四八 你只要看到四八 你就知道 這個小一堆 所以第一個是 小小一八 就知道他 雞八跟別的樣子 對不對,但是這個場面 四八、六、九、桃獎 A、C 不能桃獎 你就桃獎 你就桃獎 所以這個A呢 他第八個B的他有交易 就是 你把AE拿過來 所以A就會變成 二 等他一連一連 你把第一顆B的好像是 連連一連 好,後來我們一連 然後再點一連一連 那你點一連就是二 對 所以AE就是變成二C 好,然後二C已經好 好,然後二C已經好 二C就 一樣的空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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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每一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再點 出來 對 好,可是你只知道 這裡面 這個 這個 他說 us 這個 T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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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好 好 這就是我們這一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會猜一下你的打圓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話就找我們 那不管有沒有問題 這個打圓界都要交給我們 好